做了将近有4000人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手上的手版写着 莫德纳疫苗第二期试验 收案人数660人 一小时后网络论坛 立刻有网友贴文 质疑时中刚刚拿的表格是假消息吗 部长说莫德纳二期只有600人 但全球疫苗官网 莫德纳二期做了9次 光二期前7次就8200多人 并附上好几张截图 不过这则贴文被国内病毒专家打脸 根据论文的发表 他们是比较完整的是 这600多个人的分析 其实网友声称的全球疫苗官网 只是某所大学搜集整理的 世界各国疫苗研发进度 而依照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持的 目前全球最大的临床试验资料库网站 莫德纳疫苗试验超过40项 但多数都呈现绿色字样 还没针目或是正在针目中 红色字样的才是试验进行中 不再针目 而看看第二期的报告 周案人数就是660人 但其实同一个网站上 也显示莫德纳第三期试验 已经在进行中 国产疫苗不需经过第三期试验 就要紧急授权施打 争议依然未解 根据WHO大家的共识是说 他鼓励各国开始思考 可以这样子边打边做第三期 所有的都是紧急授权EUA 那真正的要通过的话 也可能要还要几年以后 而针对网友拿错误数字 直以指挥中心提供假消息 立委也忧心意在打击指挥中心微信 恶意转传的话 我们甚至认为应该用法律来办理 让这样的一个防疫作战不要受到影响 疫苗牵涉高度专业 不是数字带风向即可 国产疫苗是在必行 但三级试验恐怕也无法省略 三水游家里张慧琪谈到